明朝时期 武阳县有一户姓安的人家 一家之主安棚没有什么大本事 就走向窜户做些小买卖 妻子王室在家里访献支部 然后拿到集市上卖 换些钱补贴家用 夫妻俩虽然挣得不多 但二人非常的节省 从来不吃细粮 顿顿都是粗粮加野菜 他们的儿子安家粮一月才能吃一顿细粮 夫妻二人勤俭节约 这些年也积累了一些家产 在村里也属于非常殷实的人家 安家粮头脑比较聪明 又很能干 16岁的时候就拿着父母的积蓄 在镇上做买卖 很快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他就在村里盖了大宅子 也买了土地 成为村里的首富 安家的族人们就开始眼红 总是被地理使坏 这让老实芭蕉的安棚夫妇非常的头痛 安家粮深知人性的丑恶 不敢对那些人怎么样 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他与父母一商量 就卖了家中的田产和房屋 又在镇上买了一处院子 一家人在镇上生活 日子也算恢复了平静 一日 有一个貌美女子来安家的店铺里买东西 安家粮听她是外地口音 就问她是哪里人 女子说道 我叫李李默默 18岁 是商周人士 我和哥哥是几个月前来这里的 就住在西山脚下 安家粮说道 你们要在这里常住吗 李默默说道 本来是来投靠亲戚做些小买卖的 可买卖赔了 我们兄妹身无分文 只能在这里安家先住下来 在山上采药为生 安家粮一听李默默就住在西山脚下 离这里并不远 于是就说道 东西你先拿回去 以后再把银子送来就行 李默默赶紧道谢 说道 那太谢谢了 明日我就把银子送来 她说完拿着东西离开了 四日一大早 李默默果真就把银子送来了 安家粮心想这女子不但人美 还很讲信誉 就与她多聊了几句 从谈话中得知 这女子也是大户人家的女子 还知书打理 这样极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并不多见 安家粮的心里就起了波澜 李默默经常来镇上卖草药 每次来都路过安家的店铺 看见安家粮就会给她打招呼 还经常来她店里买东西 一来二去 两个人就越来越熟悉 相互之间也产生了爱慕之情 安家粮作为男人 当然要主动一些 一日 李默默又来到店里买东西 此时已经是傍晚了 安家粮就主动提出要送她回去 李默默心里犹如小鹿乱撞 含羞点头答应 走到半路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安家粮就不由自主地 拉住了李默默的小手 说道 娘子 我喜欢你 你愿意嫁给我为妻吗 李默默的小脸 在朦胧的月光下 更加娇艳动人 她低头含羞说道 安大哥 你不嫌弃我是外地人吗 安家粮说道 这有什么关系 只要我们相爱 哪里人都不重要 反正你是要到我们家生活的 李默默说道 只要你不嫌弃我 我愿意一辈子伺候你 她说着就倒在了安家粮怀里 月亮也羞地躲了起来 草丛中的蟋蟀在为他们伴走 一直到三更 安家粮才把李默默送到家 她返回家里已经是五更天了 但她心里有一团火 一点都不觉得困 安家粮也十九岁了 因为忙于生意至今没有成亲 父母也为她的亲事着急 如今她告诉父母 自己有喜欢的人了 老两口一听非常高兴 就问是那家姑娘 安家粮就说是西山的李默默 说人美心美 还知书打理 老两口一听也没有反对 很快就找媒婆去提亲了 李默默的哥哥李峰留二三十岁 她知道妹妹喜欢安家粮 也爽快地就答应了这门亲事 二人的年纪都不小了 既然是两情相悦 也没有必要再拖下去 双方商量后就选定了良辰吉日 把他们的亲事就办了 李默默嫁到安家之后 对公婆非常孝顺 一日三餐都是她操持的 就让婆婆歇着 什么也不用做 她对丈夫也很体贴 一有空就到店里帮忙 给她端茶的倒水 晚上给她洗脚按摩 铺床叠被暖被窝 安家老两口看着这么好的儿媳 是洗得合不拢嘴 她的心里也是如喝了蜜的一样甜 对妻子也是疼爱有加 给她买上好的布料做衣服 金银首饰也是随便买 把她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回头率120% 家和万事兴 一家人和和睦睦的 安家的生意也是越来越红火 安家粮就又买了一间店铺 找了一个叫李大壮的穷小子 来店铺帮忙 李大壮是一个孤儿 是和安家粮光屁股长大的好兄弟 这人老实忠厚 安家粮非常信任她 就把新店铺都交给她打理 李大壮不辜负安家粮的信任 她任劳任怨 兢兢业业 安家的日子越过越好 照这样发展下去 很快就会成为镇上的首富 可就在安家粮成亲不到半年 突然在一天夜里暴毙身亡了 安家父母见儿子突然死亡 一时间接受不了就晕了过去 李默默与丈夫新婚不久 二人还在蜜月期 丈夫却突然离世 她也是悲痛欲绝 拖在丈夫的遗体上是痛哭不止 安家粮平时没有病 身体十分的强壮 怎么就突然离世了 有人就提议让安老汉去报官 安老汉夫妇也觉得儿子死得蹊跷 就去县衙报了官 支县一听人命关天 就立刻带着武座来验尸 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 就说属于疾病而亡 如今儿子没了 老两口是六神无主 而习又年轻 这一家人的天就塌了下来 李默默的哥哥听说妹夫身亡 也是很悲痛 就来到安家帮忙料理后事 再说安老汉有一个侄子 叫安柱子 二十多岁 也算是安老汉夫妇最亲的人了 他得知堂弟死亡 也赶过来帮忙料理后事 在亲戚们的帮助下 安家就埋葬了安家粮 如今儿子没了 家里的店铺没人打理 安老汉与妻子商量 就让侄子安柱子来打理 毕竟他们老两口以后 还要仰仗他养老呢 老两口商量好后 就把店铺交给了安柱子 安柱子说道 叔 沈放心吧 我会好好经营店铺的 你们俩只管安度晚年 以后我为你们养老送终 安老汉两口子见他这样说 心中也很欣慰 除了店铺 他们心中还有一件事 那就是儿媳李默默 他这么年轻就死了丈夫 守寡的日子可不好过 李默默整日躲在房里哭泣 王氏就说道 你还年轻 如今没有了丈夫 我知道你心里苦 若你想要往前走一步 我们也不拦着 李默默握住王氏的手哭道 婆婆 我既然嫁到了安家 活是安家的人 死是安家的鬼 我还要替相公孝敬你们二老呢 王氏听了儿媳的话 也是非常的感动 说道 我可怜的孩子 我们不忍心看着你受苦呀 要是遇到合适的 就再往前走一步吧 李默默在安家触景生情 为了让妹妹早日 从悲痛中走出来 李风流就把妹妹接回了家 李默默回娘家 住了几日就回来了 公婆见儿媳红光满面 心情也好了很多 他们也打心眼里高兴 李默默又开始操持家务 孝敬公婆 安老汉对妻子说道 默默是一个难得的好儿媳 可就是命太苦 这么早就要守寡 也真是难为她了 王氏说道 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 咱们的儿子也是没有福气 这么早就走了 他说着就抹起了眼泪 安老汉说道 以后咱们还是要靠柱子养活 不如就让他住在家里 让他与默默培养感情 以后二人结为夫妻 这样我们也就不会 失去这个好儿媳了 王氏说道 这也行 柱子都这么大了 也该有个媳妇了 肥水不留外人田 他嫁给了柱子 依然是咱们的儿媳妇 其实安柱子就准备 搬到安家大宅子里住 没想到安老汉却主动提出来了 安柱子说道 叔 你和婶子年纪大了 我也真是不放心 就想着搬过去照顾你们的 安老汉说道 那你就尽快搬过来吧 家粮没了 叔审以后就靠你了 很快 安柱子就搬到了安家大宅子居住 李默默见他搬进来 脸上却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神色 当日半夜 安老汉尿急去上茅房 当他从茅房回房的时候 就看见一个人影 从儿媳李默默的屋里出来 他觉得奇怪 就悄悄尾随 发现那个人影就进了安柱子的屋里 他心里已经明白是咋回事了 安老汉回到屋里就把妻子叫醒 说道 我发现一个秘密 柱子居然与默默好上了 王氏一听说道 这不是好事吗 要是二人有意 咱们就让他们结为夫妻 咱们老了也就有依靠了 安老汉却说道 老婆子 我觉得这是有蹊跷 他俩之前肯定有事 要不柱子才搬来第一天 二人咋就搞到一起去了 安老汉就把自己看到的对妻子说了 安老汉听了也觉得不对劲 就说道 难道这里面会有阴谋吗 安老汉说道 这是我们就装作不知道 也不要撮合他们了 看他们下一步咋办 安老汉一夜未眠 他想到儿子死得不明不白 心里也是乱哄哄的没有头绪 祸不单行 安家两武器还没过 安家又招了贼人 家里丢失了百两银子 还有一些贵重的物品 安柱子立刻去县押报案 支线来到安家勘查现场 发现门窗完好 怀疑是出了家贼 安老汉夫妇当然不会偷到自家的银子 这安柱子以后就是安家的继承人了 当然也不会坚守自导 唯一值得怀疑的就是李默默 于是支线就审问他 李默默当然也不承认 支线觉得这李默默没有了丈夫 肯定是有了外星 就联合外人偷到 然后远走高飞 他把李默默关进了大牢 不管如何审问 李默默就是不承认自己拿了银子 安柱子告诉支线李默默有一个哥哥 并带着县衙的人去他家里搜查 果然在他的床底下搜到了银子和物件 如今赃物找到 李峰流却不承认自己偷了银子 支线就对他用刑 他受不了最终还是承认了 盗取安家财物的事 支线说道 你与你妹妹里应外合 盗走安家财物 该当何罪你知道吗 李峰流说道 这是我一人所为 与我妹妹没有关系 支线说道 安家门窗完好 你是怎么进入盗窃的 是不是李默默给你开的门 李峰流没法解释 但他坚持说这是与李默默无关 死活不承认参加了偷盗仪式 哭道 我一心一意在安家过日子 我怎么会偷盗自家东西呢 我哥哥也是被冤枉的 是有人要栽赃陷害 大佬也一定要明察啊 替我哥哥申冤 支线怒道 你哥哥已经全部交代了 你俩里应外合偷盗安家财产 然后再远走高飞 事到如今 你还在狡辩 无论支线怎么激他 李默默就不承认偷银子的事情 支线没法就把他放了 李默默回到安家之后 安老汉夫妇还是像之前一样对他 安柱子看到李默默被放回来 脸上掠过一丝不安的神色 说道 回来就好 安家梁无辜死亡 半夜安柱子又从李默默的房里出来 还有就是李风流居然偷到了安家的财物 安老汉越想心里越怕 傍晚的时候 他就拿着祭品就去了安家梁的坟地 他把祭品摆好 说道 儿啊 爹爹有话对你说 他就把这几天发生的事对安家梁说了 最后说道 儿啊 你要是地下有知 就告诉爹爹 你是怎么死的 是不是被人谋害的 安老汉说着就老泪纵横 他靠在儿子的墓碑上 从酒壶里倒出两杯酒 说道 儿啊 今晚咱俩俩喝一杯 一醉方休 安老汉把一壶酒都喝完了 他感到头重脚轻 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突然就有一条大蛇朝他扑过来 说道 还我孙子命来 安老汉一惊就躲开了 他看着大蛇说道 你孙子在哪里 与我有什么关系 大蛇说道 我孙子在你儿子肚子里 安老汉听了大蛇的话 心中是又气又闹 他就醒了过来 发现自己躺在儿子的坟地上 刚才只是个梦 安老汉本来就怀疑儿子的死因 梦中大蛇告诉他 他儿子是被人害死的 他觉得这是儿子地下有知 派大蛇来告诉他真相 安老汉顾不得多想 就连夜去了县衙 他来到县衙门口 就看见官差抬着一个死人出来 原来是李峰流在牢房里服毒自尽了 安老汉想到大蛇的话 就对着李峰流踹了一脚 怒道 你们这些畜生 我与你们无冤无仇 你们为啥要害我 他把梦中大蛇的话报告给了知县 知县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就带着人连夜去把安家梁的坟墓挖开了 当场解剖验尸 果然在安家梁肚子里 找到一条筷子粗细的小蛇 知县说道 这里面果然有阴谋 赶紧去抓人 知县就带人跟着安老汉来到安家 直奔李默默的房间而去 屋里却是空无一人 他们又来到安柱子的房里 安柱子也不在了 这是与安柱子也脱不了干系 他们肯定是逃跑了 就在这时 店铺的伙计李大壮就跑来了 说道 刚才安掌柜把店铺的银子都拿走了 李大壮晚上在店里睡觉 就在刚才 安柱子去店铺要银子 说他有急用 李大壮就把柜上的银子给了他 但这三更半夜的 他心里就犯起了嘀咕 于是来到安家告诉安老汉 知县说道 他们是拿着银子跑路了 赶紧去追 众人就朝码头跑去 他们来到码头上 看见安柱子和李默默在一艘船上 船已经滑到了河中央 安柱子正把李默默往河里推 众人赶紧跳上河边停放的几艘船 火速朝河中央滑去 此时的李默默已经被推下水 他在水里拼命挣扎 众人把李默默拉上船 安柱子一看来人救了李默默 就非常害怕 纵身跳进河里想要逃跑 几个官兵赶紧跳进河里 把安柱子拖到了船上 支线连夜对二人进行了审问 李默默一开始并不交代 当他得知李峰流死了之后 就崩溃大哭 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这李峰流和李默默并不是兄妹 而是夫妻 因为二人懒惰 李默默又生得美艳 他们就想到一个挣钱的办法 就是用李默默来骗婚 拿到聘礼后二人就离开 他们来到武阳县 就结识了安柱子 安柱子见安家粮生意做得好 挣到了不少钱 他就想得到他家的财产 于是就让李峰流和李默默 帮忙害死安家粮 他就可以继承安家的财产 事成之后给他们一百两 让他们离开 这二人就同意了 李默默故意来安家的铺子里买东西 并与安家粮相识相爱 成功嫁到安家 他的目的不是在安家做儿媳 而是要害死安家粮 那日半夜 李峰流和李默默一起 把一条很小的毒蛇 放到了安家粮的肚子里 安家粮就死了 武座验尸根本验不出来 安家粮死了 按照当时的风俗 安家的财产的继承人就是安柱子 他目的达到了 就按照当时谈好的 给这二人一百两银子 让他们赶紧离开 这二人知道了安家的底细 就狮子大开口 他们要分安家一半的财产 但安柱子不愿意给他们 他们就赖在这里不走 为的就是拿到更多的钱 李默默说道 我丈夫是被安柱子陷害的 他把我骗出去又要害我 大佬爷一定要为我伸冤呀 支线说道 安柱子 你如实招赖 你是怎么陷害李峰流的 安柱子却死不交代 支线就命人大行伺候 安柱子一看到刑具 也是吓得屁滚尿流 但还是硬撑着不说 支线就命人用刑 他一看要动真格的 就磕头如捣算 老老实实地交代了 原来 安柱子见李峰流和李默默不愿离开 就害怕事情会败露 于是就拿了安家的财物 偷偷放在李峰流的床底下 制造出李峰流和李默默 理应外合偷盗的假象 支线把二人关进牢房之后 安柱子就买了毒药 然后买通狱卒 让狱卒用毒药害死这二人 他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谁知道李默默不交代 就被支线放了 而李流峰被狱卒毒死 李默默只要活着 安柱子就睡不好觉 于是他就从店铺里拿了银子 说连夜送李默默离开 其实是为了杀人灭口 其实李默默也知道 李峰流是被安柱子陷害的 但他为了活命 并没有说出真相 安柱子要送他走 李默默就信了他的话 没想到安柱子是要把他推进河里淹死 二人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了 这是一场彻彻底底的阴谋 安老汉在大堂上已经是气不成声 原来儿子是被这几个无耻之徒所害 说道 支线大老爷 我死的冤枉啊 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支线说道 你们谋害人命 罪该万死 压到大牢 秋后问斩 李峰流死了 安柱子和李默默被处死刑 那个下毒的狱卒也被判了刑 坏人都被绳之以法 安老汉牢两口 来到儿子坟前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安老汉夫妇觉得李大壮为人老实 忠后 就把两间铺子都交给他管理 李大壮不辜负他们的信任 把铺子经营得有声有色 他把赚到的银子都交给了老两口 自己只拿工钱 安老汉夫妇身体不好 他还经常来家里照顾 经过一年多的相处 夫妇俩觉得他是一个可靠之人 就任他做了一子 并为他娶了一个温柔善良的妻子 李大壮夫妇很孝敬安老汉夫妇 虽不是亲儿子 也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